我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也懂得浪漫了 我今天是来跟你佩蕾道歉的 是我不小心让那些勾在队趁虚而入 没事 我对那些早就已经百度不清了 一会儿呢 我就上网去 跟网友大战八百回合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你长大了 你呀 注意措辞 我这叫成熟了 今晚有没有大餐啊 当然有啊 吃饱了才有力气 去网上打那些八卦小怪兽 好 你盯着我干嘛 吃得这么香也不夸我两句吗 我能够把这碗面吃下去 就是对你最好的夸奖 你这两天弄完节目以后去哪儿了 为什么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我去过供应商的家了 他老婆呢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女儿天天炒掉见他爸爸 其实呢也挺可怜的 我也陪人去找过 不过 就算他老婆知道他人在哪儿 也不一定能告诉我们 我看未必 我觉得 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 我自己搞定算了 好吗 田飞是律师 他可以在专业上 给你出主意 虽然我不在行 但是说服人 我可拿手了 说不定呢 我可以帮你找到供应商呢 你不是吃醋了吧 开什么玩笑啊 也自作多情了 谁自作多情了 也不知道谁 那个时候把自己当女神 还不让人追呢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讨厌了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我这个徒弟啊 算是白教了 我们今天啊 好好讨论讨论 以后这几个选题 这几周的故事 序头不错 但是我总觉得 少了点温暖的东西 缺少温暖的东西 有个电话 我接一下 好 喂 你们再好好想想 开女士 真的太谢谢你了 谢谢谢谢 我想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选题 我的当事人 答应上我的节目了 是吗 太好了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温暖城市 我是主持人良心 今天呢 我们的主人公潘女士 要给大家讲一个 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女士 潘女士 说说你给你丈夫 是怎么认识的吧 那个时候啊 我刚从老家出来 那她去你工作的地方 就是特地去看你的吗 一开始我以为是她习惯吃我们店里的饭菜 到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之后她才告诉我 她其实是为了看我才经常去的 真的很浪漫 但是我知道 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 是吗 是啊 我们在一起不久 我就得了尿毒症 为了给我治病 家里还借了很多的债 我老公身边的朋友都劝她离开我 我也不想拖累我老公 还是我先开口跟她说 我们分手吧 可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老公为了我 居然跟她全家都脱离了关系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我就怀孕了 可是你知道像我这种病 怀孕是很危险的 我老公一定要把孩子给打掉 我死活都不肯 我老公为了我 跟家里人都断绝了关系 我要给她一个家 不过 很幸运 我很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而且她很健康 从那时候起 我老公的生意也慢慢有了起色 我觉得这是老天对我的一种眷顾 但听说 你们家最近又遇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 是吗 好 那么潘女士 到底遇到了怎么样检手的问题呢 让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大家好 我叫小雨 因为我出生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日子里 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下雨 我喜欢晴天 爸爸 爸爸 拜拜 喂 钱总 你老婆搞什么呢 我警告你啊 在这个关键时刻 你千万不能回来 要不然 你一分钱别想拿到 看来那个关先生 是不会来的了 我们胜算的把握有多少 一半一半 那最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又不是一个悲观的人 问最坏的打算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可能会输的 童总 关总到了 童总 对不起 死我害了你们 好 明白明白 来 王总啊 这次关文斯指正 是受前非的指使所做这一切 对 我们太有力了 这下形势马上逆转了 如果关文斯需要法律上的援助 你们要多多支持他 咱们要起诉前非吗 不用了 好 你倒是比以前温柔了不少啊 因为有人告诉我 原谅比嫉妒 能带来更大的快乐 看来这件事很快就有结果了 我也能安心功成身退了 你听说了吗 前非好像被带走调查了 童总不是不追求他责任吗 我在网上看到了 他好像是坏事做多了 而且得罪多的人不只有童总一个 被打目的如刀手段 恶人有恶报 就是 这也算是给咱们居镇出了一口恶气了 是啊 就是啊 你马上就要走了 想吃点什么 那能不能麻烦童总 帮我们买点咖啡吧 行 我去点咖啡 杨夕啊 之前的事真的非常抱歉 田飞姐 感情的事没有对跟错 当我看到 你这么地努力为了居民 他还为你这么地牵挂 我就知道 我跟他的感情 错过了 就无法挽回 但是我不难过 至少 我把我的心结打开了 我可以摊开心扉 迎接新的爱情 你这么好 这么优秀 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谢谢你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要走了 嗯 好了 再见 一路平安 咖啡点好了 我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 你不要忘记 我可是商界的女强人啊 我可是商界的女强人啊 这么多年还是没变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喜讯 谢谢 谢谢 保重啊 你也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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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 det